国人喜欢到日本旅游 但因为疫情已经很久都没有出国 台铁台中站这一次与日本系农铁道联名 推出了独卖限量便当 主打的是台湾新鲜食材 日式调味 不用出国就能享用到冬天风情 而3月27号前每天都限量30份 这一天开卖 吸引了不少铁道迷来尝鲜 2 1 台日联名小问题 台日便当开卖好久没出国 怀念到日本旅游吗 台铁台中站和日本长野线信农铁道联名 推出独卖限量便当每天30份 让民众在台湾也能尝到日本味 纪念品 这里面不知道是什么 可以猜看看 就是介绍一些 好像跟日本有关系的一些 一些景点的介绍吧 然后便当也是非常的丰富 上一次的那个玩味便当 我是前一天看到新闻 所以我半夜就来拍了 还好感谢 还好今天是平时没什么人 因为如果说今天是假日的话 我怕会买不到 以日本菜色丰富的木制内便当命名 主打台湾新鲜食材日本调味 杏州味噌配上台湾鸡腿 还有铁道迷特别穿着日本盔甲前来朝圣 特别的话是因为杏农铁道在杏州 杏州是长野县的味噌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像这个味噌烤鸡腿是我个人特别想要吃的一道菜 有300个每天限量大概30个 每年限购一个 配合这个活动 杏农铁道这边也特别准备了 这个生计这个纪念价值的一个徽章 还有明信片可以送给李克 我们这次的便当邀请了我们杏农铁道的旗下的 五星的观光列车六纹的餐厅一起来共同监制 那食材的部分我们就采用了这个 长野县的杏州味噌还有七味粉来去做搭配 然后再透过我们台铁的就是巧手来设计了这次的便当 庆祝台湾铁路和信农铁路友好地结四周年 联名便当限量贩售到3月27日 买个便当坐在月台上或车厢吃 民众吃下对旅行的期待也感受到东营风情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 准备